5号下午花莲文创园区及花莲新创基地 在友台客语时代茶经饰演男主角的郭子乾 以及多次荣获金曲奖肯定的原住民歌手舒敏恩 分别和花莲相亲来分享在戏剧表演及音乐创作的心路历程 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一睹明星风采 以台湾茶叶文化切入的友台客语时代剧《茶经》 上月初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带来戏剧经典场景特展 吸引不少民众参观 五日下午则邀请到男主角郭子乾与民众见面 分享如何揣摩茶商大老板茶壶祭桑 以及收人说出一口流利的海路腔客语 用心演绎角色变化的心路历程 大家也说咔咔咔咔咔不行不行 大家都没有情绪大家都在记台词 都在记你自己该怎么讲特交话 完全情绪没有表达出来 那我们那时候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因为语言这个很重要 这个一定要讲正确 那导演就说 请你们现在把客家话该讲的台词 用成国语或者台语讲一遍 我是学的 因为我从茶经开拍 我才开始学客家话 虽然我妈妈是这个 新竹竹北的客家人 但是我们从小没有这个环境 也没有机会学 所以我也不会讲 大概会听几个字 那是因为拍了茶经 我才去学这个客家话 随后也担任导览员近距离亲切的带乡亲一起重温戏剧的经典场景 我们组会大概就是坐在里面 那很多导演戏就是镜头就是从后来好像拍了什么 那我们坐在里面 那 有花联园员民处以及青年发展中心主办 花联新创基地的十二月大师讲座 邀请到阿密斯音乐节创办人 荣获金曲金马奖肯定的台东原住民创作歌手 苏命舒米恩 以我想做个梦音乐与文化实践为题 与民众畅谈返乡智利部落青年教育母语音乐创作等历程 期盼鼓励青年朋友打破固有框架 用行动去勇敢实践梦想 老家在台东东河乡都兰村都兰布鲁 五十阿美祖的 小时候都在布鲁迷长大 国小国中毕业之后就离开都兰了 有没有去很远就去台东市读书而已 台东市毕业之后 有一年毕业之后就直接在华林工作 那是我唯一一年在华林工作的时间 我的电影作品电视作品很少 但是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 就去当远远 那因为当远远的关系 就认识一些电影圈的朋友 所以就开始做电影配乐 做广告配乐 然后自己在部落里面 因为喜欢做文化的事情 所以开始带部落的青少年 有点像是文化教育的那种活动 最后带来多首创作歌曲 让华林乡亲大饱耳服 是马龙梦想怎么在 今处的我家灯火 是年水放开 徘徊 无言尘世落泪来 是怀 记者长方叶华林师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